QuiOS 11的新功能当中 在板金设计 其实多了一个多主体的设计方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他是用什么方法来做一个呈现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新的QuiOS 11的 这个版本的工具已经打开了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在我们的 一般零件当中 我用这个板金多本体的方法 视线已经把我的主要的产品 已经把它先建构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不同的主体元件 可是他不是本身是在我们的主件 去把它去做这样的一个 有系统性的排列 他其实是在我们的零件当中 来做这样一个设计 他的这个多主体设计当中 我们在设计这些元件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所谓的这个面组 这个主体的这个演变速把它打开 有帮助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其实可以跟荧幕了然哪些 这个多主体板金 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设计的一些项目 那在这里面的话 他不只可以跟板金来做这样的搭配 也可以做一般实体的搭配 所以这边是我的实体 也是放在我的这个多本体的零件当中 来跟我的板金一起来做设计 那在设计的时候 如果我今天我想看到某个板材 展平的一些状况 那你也可以直接把你要展平的这个板金 来当做一个主要的一个操作的对象 那我们就直接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展平的这个状态 那在展平的时候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好像比如说我想要知道他的这个 制造的这个总宽跟总高 或是他的这个所谓的长度 你都可以从这个的功能来让你来知道 那再来也可以去做所谓的干涉的检查 因为产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做这个干涉检查 所以不只我们看到的Man这个零件可以这样做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针对这个编板 也要这样去做的话也可以 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 我在设计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所有的东西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当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你可以去增加你所需要的一个助记 好来 highlight出你目前这个零件大概是叫什么样的名称 让你可能在设计上面更一目了然 这所有东西的一个information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针对我们要针对这个设计的这个多主体板金 好来做更专注的设计的话 那你也可以把其他的这些主体板金来做一个适当的这个 隐藏的一些动作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只要针对这个侧板 来做我的板金设计的话 那你就可以利用它的这个显示工具 把它单独highlight出来 那助记不要的话 我也可以稍微把它稍微关闭一下 也都可以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 来帮你的这个多主体的这个零件 来做这个显示的设定 来帮助你跟专注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要设计的这个主体 的这个上面的一个依据 那所以比如说我大概设计完了 我也可以针对这个显示的方法 只显示我要显示这所有的元件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 来加快我在对于板金的产品设计上面 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加订阅哦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